大家好,我是东方龙,解放军大规模环岛演习开始之后,美军的动向特别值得关注 台湾人自己说呢,之前美军包括他的战斗机,加油机,以及航空母舰在周边呢,是赖着不走 演习之后呢,全跑了,现在那个鬼影都找不见 也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大规模演练行动起到了很好的震热效果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 之前美国气势汹汹,里根号就位,然后呢,用各种隐身战机在周边进行频繁的活动 表示自己要进行坚定的保卫,但这个保卫两个层次 第一呢,人家是保卫佩洛西,保卫美国的窜访行动,根本就不是保卫台湾 所以台湾当时的自焊行动,现在呢,被泼了好几盆冰水 有可能呢,出现这个状态,一旦有军事行动,美国跑得远远的 当年呢,对于金门,我们的炮击行动是只打蒋军,不打美军 结果美军呢,跑得比谁都快,护航的成了被护航的 所以现在看呢,同样用这种方式又展现出来 美国对台湾所谓的保护,都是代引号的保护 你像方恩格之前讲的多么的真切 说如果真的有作用,台湾军队那是第一梯队 台湾岛人将会成为第一批炮灰 美国才不干这个事 所以从佩洛西这个专机离开台湾岛以后 美军消失的无影无踪 美军认为对台湾的保护 是让台湾岛第一线,根本不是美国在第一线 美国要当美国队长,不是美国队员 所以目前呢,岛内对于现在美军代引号的保卫特失望 自己呢,在品尝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各种苦果 但是呢,美军作为所谓强大的军事肌肉 台湾靠山的这个所谓的大的军事力量 早已经无影无踪 周边如果真的连个鬼影都看不着 那一旦有作战行动,恐怕连个味也闻不到 所以现在看呢,美军挑动了台海的紧张局势 但自己呢,在其中又生怕受到损失 自己离热点越远越好 所以代引号呢